乾隆赏赐俩武将,一个要官,一个要女人,二者的命运截然不同。 大家好,欢迎您关注一鼎说,世界太拥挤,心里太空虚,城市的喧闹,失踪不属于自己,想到你,心里就会充实,愿订阅鼎叔的朋友幸福平安,快乐每一天。 新来的宝贝们没点关注的,请点一下关注,点关注,不迷路,喜欢的请给鼎叔双击订阅哦,感谢了。 接下来,鼎叔也会好好努力,双击订阅谢谢。 好人一生平安。 乾隆作为清朝第六个皇帝,也是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。 在位长达六十年,后世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。 实权武功,明将背出这是后人对乾隆的评价,可见在他执政的六十年间,知人善用,提拔了不少能干的将才, 如多拉尔,海兰查,复查,复衡,复查,福康安,张家,阿贵,乌尔等等。 这些人能在他的手里做出那么大的功绩,说明乾隆本人的爱才之心,但在这些人里有人晚年可以平安度过,而有的人却活不到晚年,被早早处死。 这是为什么呢?是乾隆皇帝心眼小荣不下能臣,还是这些能臣做出了僭越的事情,惹得皇帝不快呢? 在这里有两个代表性人物,海兰查和乌尔登。 这两个人同为清朝著名将领,都参加过金川战役,并且合作愉快,共同平息了四川少数民族的叛乱。 这两个人都为清朝立下过汉马功劳,但乾隆却对海兰查宠爱有加,对乌尔登则是充满防备。 这是为什么呢?海兰查是谁?海兰查和其他清朝出身显贵的将领不同,他是地地道道的穷苦人家出身。 别的将领都是受祖上的蒙音,祖先都是跟随过皇太极,康熙打天下的能臣。 因而一开始就是二等侍卫或是一等侍卫,可以陪伴在皇帝身边,前途光明。 而海兰查却是出身草根,小时候过得十分凄凉。 他只是一个普通民兵的儿子,家里十分贫穷,后来因为父亲的死更加雪上加霜。 在童年时期,他靠给别人放母为生,只是一个放牛娃。 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,在不久后妈妈也去世。 这个小小少年在十岁就失去了双筋。 在那个年代,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能生活下来是多么不易啊。 正是有了少年时期这段经历,海兰查为了自保,学了很多拳脚功夫。 特别是给一家诸姓的商人送货时。 为了防止有贼人偷拿,他学会了十分高超的射箭技术。 这个武技让后来的乾隆也嘖嘖称赞他,公使贯虎奔之列。 意思是在武士之中,没有谁的骑射功夫能出其右。 可见其武力之强劲,而海兰查的当兵之路也比较坎坷。 他是在乾隆二十年被强招入伍的,甚至当的不是一个普通士兵,而是控马奴。 当时准嘎尔发生战乱,虽然朝廷已经基本凭了叛乱, 但是还是让准嘎尔的一员大将逃脱了。 也不知道这个将领是幸运还是不幸。 他在逃跑的途中遇到了当时只有十九岁的海兰查。 这个将领在一开始面对海兰查时十分不屑, 他随意地拿起弓箭想要射杀他, 却没想到弓箭还没有搭上, 自己先被海兰查用弓箭射伤了手臂,然后就被升起了。 这次的机遇让海兰查迎来了命运的转机。 他所在的军队将他的事迹上报给朝廷。 乾隆隆心大悦,一个普通的士兵就能把准嘎尔的大将打成这样。 这不就说明了准嘎尔的大将连一名小兵都不如吗? 这一下,把清朝的威名传扬得更加神乎其神。 海兰查这回歪打正着,正中乾隆下怀。 于是他当即就让海兰查升官,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变成了可以在御前侍奉的五等侍卫, 并且赐予他巴图鲁的封号,巴图鲁在满文里就是勇猛的武士。 最让人羡慕的就是乾隆让人会像在紫光阁, 这在当时只有立下重大功劳的臣子才能够在紫光阁里放上画像, 这个地位和唐朝的灵阉阁二十四功臣差不多。 要知道紫光阁里面只能存放五十幅画像, 并且这画像里面的人都是重臣, 他一个小兵能被画在这里,那是别人难以忘其像背的荣耀。 对于这样的知遇之恩,海兰查心中非常感动, 这也为他以后给清廷中心耿耿地卖命埋下了根基。 在之后的年月里,海兰查凭借着自己一身的武艺, 以及出众的军事天赋,在许多次大战的都取得不错的战绩。 乾隆三十六年,缅甸土匪长期骚扰边境, 并且对云南虎视眈眈,为了剿灭匪首,朝廷发兵追剿。 海兰查作为统帅,身陷士族,曾经多次身陷险境, 在清军损失温福将军后,战线陷入僵局时, 仍然可以力挽狂澜,他和阿贵,乌尔登并肩作战。 通力合作,连破莫斯达,宜西等地, 最终在四十年二月时平顶金川。 在这场战役中,海兰查被授予一等超勇后, 乌尔登则被授予副都统。 在当时,两人风头最盛, 乾隆看到两人出色的战绩十分满意, 当即想要论功行赏。 于是,乾隆便问两人想要什么赏赐, 海兰查性格憨厚,又出身草根, 一张嘴就是问乾隆要几个美女, 乾隆嘴上笑他粗俗,内心确实十分高兴。 当即就给他赏赐了几位美女, 还给他加官进爵,赏戴双眼花灵, 并且御刺绫罗绸缎, 鸡皮上好千里吗? 还有许多银子, 可见乾隆对海兰查的喜爱和重视, 而另一边乌尔登的回答却让乾隆十分不快。 那么乌尔登到底说了什么, 让乾隆对他忌惮不已, 甚至埋下杀心? 原来,这乌尔登对乾隆说, 身为陛下的臣民, 为国家守卫边疆, 为陛下排佑解难是分内的事, 这话一出, 却让乾隆心下一沉, 但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帝王, 他还是面色不变, 暗纳住自己的不快, 开始回想乌尔登的身世, 这句话为什么会让乾隆皇帝难以释怀呢? 这句话在我们普通人看来说的非常体面, 有种忧国忧民, 为国尽忠, 死而后已的感觉, 但是在皇帝的眼睛里看来可是僭越的, 作为从一众皇子中厮杀出来的弘历, 虽然他与其他皇子的竞争程度, 比老爹雍正的九子夺敌要轻得多, 但是其中滋味也是不堪回首, 他太明白哪些人野心勃勃, 不甘屈居人下了,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 他开始看着面前这个立下赫赫战功的年轻将领, 心中有了打算, 当皇帝的最忌惮的就是功高盖主, 明明已经打了胜仗, 假官进绝了, 还不满足, 还想要打更多仗, 那不就意味着想当更大的官, 他还不是文官, 是可以起兵造反的武官, 而且在打了胜仗之后, 还能够如此稳重, 不骄不躁, 很难不让皇帝怀疑他是一个充满心机的人, 谁能知道他以后会不会拥兵自重, 割据一方, 威胁皇权呢? 也许此时皇帝的心里也不忍, 他可能也想到, 或许这个人真的仅仅是像蓝陵王一样, 真的想要保家卫国, 但他又很难不去想, 之前的赵匡义也是如此, 但是他后来还是起兵叛乱, 颠覆了王朝, 人无远虑, 必有尽忧, 对于皇帝这种看起来高高在上, 但其实危机四伏的位置, 对一切东西充满怀疑, 是他的本性, 再加上乌尔登出身显赫, 乃是乌苏拉氏的人, 家族累世为官, 根深夜貌, 要是想要趁此机会, 拥兵自重, 那后果不堪设想, 作为皇帝多疑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, 让他不能够全心信任这样的臣子, 但海兰查不同, 海兰查比他要识实物, 他看起来就接地气多了, 他跟乾隆要了两个美女, 在乾隆看来, 此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, 再说美女配英雄, 天经地义, 一个贪图荣华富贵和享乐的臣子, 和一个看起来野心勃勃的臣子, 乾隆此刻面对他们心里有了打算, 乌尔登没想到自己只是简简单单的回应, 却让帝王如此忌惮, 几年后, 大小合着叛乱, 乾隆让乌尔登和海兰查一起去评判, 但这一回事情变得没那么简单了, 虽然海兰查和乌尔登之间关系融洽, 没有谁要抢占功劳这一说, 而且两人因为曾经并肩作战十分默契, 看起来两张王牌出战应该可以打出王炸的效果,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, 此次战役对手特别难产, 在几次与敌军的周旋和交锋中, 两人不敌, 战败了, 乌尔登本来以为乾隆会看在自己曾经的功劳上, 惩戒一下就放过自己,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乾隆十分震怒, 在听到他大败之后, 立马要把他除之而后快, 就这样没有任何的商量余地, 乌尔登就被处决了, 在死之前, 或许连乌尔登也想不通, 为什么这个皇帝会那么狠心, 可这对于乌尔登来说这就是一次意外, 但是对皇帝来说, 他可能已经蓄谋已久, 从那次平定金川之后, 皇帝就对他充满了疑心和戒备, 只是苦于当时他打了圣仗, 在朝野之中声名显赫, 要是在那时处理了他, 会引起大臣和群众的一片哗然, 从而引起朝野震动, 从而含了武臣的心, 趁着这次他打了败仗, 正好可以用这个罪名把他处决, 一个人若是锋芒毕露, 却不懂得碧其锋芒, 那么后果可想而知, 比起乌尔登命丧皇权的悲惨境遇, 海兰查看起来不知道比他好了多少倍, 让人不禁感叹乾隆的双标, 按理说海兰查和乌尔登一起打了败仗, 理应一起斩首, 但是乾隆却在这里给海兰查大大的放水, 海兰查只是被贬官而已, 并且也没有因为这次的意外丢掉仕途, 他的事业反而更加蒸蒸日上了, 为了报答乾隆的不杀之恩, 以及之前的知遇之恩, 海兰查在之后想要戴罪立功, 在后面的战斗中更加尽心尽力, 后期他跟随福康安镇压台湾林爽文, 又率兵参加西藏的库尔喀之役, 此年底后藏, 岳崇山, 虽然路途遥远, 一路上险象还生, 但是仍然多次歼灭敌人, 得以凯旋而归, 此后他的官职又再升了一个档次, 晋级为一等中勇功, 乾隆58年, 海兰查因病去世, 乾隆对此十分痛心, 回顾海兰查的一生, 可谓是波澜壮阔, 从出生威莫的放牛娃, 到未及人臣, 靠的不仅是超高的武艺和派兵遣将的能力, 还有他的高情商, 要不是他在乾隆面前懂得路风和藏桌, 按照这位皇帝的性格, 说不准自己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, 身体和头就分了架, 作为皇帝, 乾隆不喜欢没有能力的臣子, 所以他一开始对海兰查和乌尔登都寄予厚望, 但是当一个有能力的人在他的面前展露了不该有的野心, 那么比那些庸碌无为的人更让他难以容忍, 自古半军如半虎, 拥有高超的打仗能力, 确实可以让人刮目相看, 但能够在皇帝面前露出弱点和不足, 适当展露一下自己的不完美, 让皇帝那颗疑心放下, 才是安身立命的法宝, 海兰查正是因为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, 所以才在那次评判大小合拙的战乱中失败, 仍然全身而退, 对此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?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顶书讨论吧, 最后的最后, 亲戚朋友们别忘了双击加关注, 爱你们哦。 感谢观看